主料,鸡腿2个,胡萝卜50克,西兰花100克,米饭100克,主料,葱3克,姜3克,烟5克,有50毫升,黑胡椒,料酒,生抽,糖,老抽,水淀粉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把西兰花,胡萝卜洗净处理好备用,剥水开后放入粘,二滴油焯半分钟,放入冷水中或凉烙处备用。 把鸡腿控干水,鸡腿肉放入黑胡椒,料酒,拌匀后,腌制30分钟以上,我给鸡腿每隔10分钟做一个全身按摩,据说比较入味,锅中倒入油,带油温5成热式放入葱丝,小火煸煮香味后,转大火,将腌好的鸡腿肉带鸡皮的热面朝下煎,一分钟后翻面,另一面同样也煎一分钟,鸡腿两面都煎好后,倒入水, 水量没过鸡腿,锅中加入生炊,老抽,调匀后煮开,盖上锅盖,用中火烧10分钟左右烧的时候,肉朝下,皮朝上,将炖煮好的鸡腿肉拿出,锅中的汤烧开后,淋入水淀粉勾芡成酱汁,把米饭撑入碗中,鸡腿肉切一成条,喝西兰花,胡萝卜一起放在米饭上,淋入酱汁即可,烹饪技巧。 鸡腿每鸡腿做一个全身按摩,据说比较入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